Hello Homies 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导 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Hello Homies 好久不见 相信大家非常想念18号都举起了左手 本周要来分享将在9月23日剧板的纽约气候行动峰会 让大家知道会议的重点 还有各国以及全球民众都在做什么 包含中美近期气候变迁政策的媒体热点 最后是分享德国地方选举王后对于气候行动的影响 9月23日就在18号的生日之前 联合国秘书长Andoni Wu Goudet 召集全球领导人带着实际可行的减量行动来纽约 不要只是来演讲 而这次的纽约气候行动峰会 不仅是为了第25届在智力举办的 联合国气候变迁刚要公约的订约国大会做准备 也是为了希望说在2020年前可以停止所有的化石燃料补贴 并禁止新建的燃煤电厂开发 最后透过所有的具体减量行动 可以在2030年前至少减量全球排放的45% 并且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综合的目标 为了更聚焦此次纽约气候行动峰会的讨论事项 本次会议也具体的列出了六大的优先行动 分别是气候金融以探定价 能源转型 产业转型 以及强调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 以及城市与地方的行动 最后是任性与调试的议题 而这些议题之外呢 最后除了要再次强调各国要带着 符合巴黎协定下的减量策略来开会之外 也提醒各国重视气候变迁社会与政治的影响 也就是要重视公正转型的议题 还有支持青年以及公民参与气候变迁行动 因此18号在这里要支持一下 坐船去纽约的GRETA 突然想不要飞 想走路去纽约 然后就在纽约气候行动峰会举办之前 金砖五国 与巴西举办了第五届的环境部长会议 会议共同声明中表示 应遵照气候公约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按照韩市场的话就是 过去你们发大财相对又老又成的我们 你们要先做我们才可以做嘛 所以共同声明中再次提醒 开发国家们要旅行2020年前的减量 责任并且落实气候基金下面的经济援助的义务 而找新闻的过程中 18号非常的好奇到底在中美贸易战下的中国 在这次的纽约气候行动峰会中 是否会带着更好更具体的减量行动 报导目前指出中国的立场不甚明确 包含从今年7月与法国在G20的联合会议中表示 将强化减量行动并且提出2050年的长期减量策略 但是在刚刚大家听到的金转五国联合声明中 立场实在让18号看不懂 但是没有关系有人懂 纽约气候行动峰会的特使路易斯表示 可仍是有相当的信心中国会移高其减量的企图 至于中国眼中的美帝 最近在气候变迁政策的讨论上 占据媒体版面的绝对是由CNN邀请的 民主党十位候选人进行长达七小时的 总统级气候变迁政策马拉松市的辩论会 18号挑选了目前声势最高的三位候选人 分别是美国前副总统Joe Biden Vermont参议员Bernie Sanders 以及Massachusetts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 三位人期望的气候变迁政策分别是 首先在总体目标上 三位候选人都强调2050年碳综合的目标 其中拜登更提出2025年前 要有具体的落实机制以及阶段管制目标 在零碳电力的目标上 Bernie跟Warren的目标照为一致 分别目标于2030以及2035年 要达到100%的再生能源电力 并且于化石燃料的政策上 主张全面禁止水利压裂 也就是fracking的方式进行页岩油的开采 至于拜登呢 他只禁止在联邦土地上开采页岩油 而在核能的选择上 Bernie维持一贯的态度 严正的反对核电的发展 Warren也跟进 提出要逐步到2035年时 达到美国的非核家园 自由外交的政策上 拜登再次展现于过去在欧巴马时代 参与巴尔利协定的执政经验 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再次缺席 并且要回到过去 全球气候变迁行动的领导地位 至于要如何影响全球进行气候变迁行动呢 三位候选人都有提到碳关税 而Warren也提到说要以贸易的手段 作为施压的方式 例如合作的国家中要确认没有化石燃料补贴 拜登则声明要于上任100天以内 要举办全球排放大国的峰会 要求强化减量责任 最后是刚立竞完地方选举的德国 因为右派势力于东德的得票率显著的提升 相对的绿党的得票率不如预期 这样的结果影响着后续费煤政策 梅克尔所属的基设盟 内部也重新开始讨论 党内的气候政策公式 即Climate Concept 4K 包含建立德国内部的碳交易制度 以管制运输建筑部门 并采行碳价的上限 而在低碳运输上 提出了要提高机票价 还有强化铁路运输 公共运输等等的规划 而德国的气候内阁也预计于 9月20日释出最新德国气候行动系列的政策 包含气候行动法 梅克尔表示 德国不能像以前一样 只采取一些容易的做法 并要更进一步的强化减量政策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兰米的摘报导 拜